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摄影期视频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在乌尔本这边看房和跟房东之间的一些小故事 可能就有很多人会奇怪说在外面租房这么不方便而且比较危险 那你为什么不住学生宿舍呢这是一个好问题 不住学生宿舍的原因一个是因为学校官方的学生宿舍是非常贵的 再一个就是学生宿舍还是比较紧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莫大官方给研究生提供的宿舍 graduate house 前面的几个房型呢都是比较豪华的 空间也比较大的一些房型 然后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心动呢 但是它的租金也是非常贵的 像这个房型呢 它如果你是一个人住的话就是800多刀将近900刀一周的价格 也就是说人民币将近一个月要18000块 如果你是两个人就可以分摊一下了 一个人一个周也要将近500刀这样子 除了这种非常豪华的房型之外呢 像那种大人studio系列的也是非常贵的 像这两种都是比较好的 一个周也要将近600多刀将近700刀的价格 但是相同的相同的价位 你如果在city租 甚至可以租到一套不错的两室一位 甚至两室两位的房间 当然了莫大的学生公寓也有比较便宜的房型 但是你就需要跟别人一起share这个卫生间和阳台 这也是最不方便的一点吧 值得一提的呢 是学校宿舍的价格是一日包两餐的价格 也就是说它早上包一顿早餐 还有一顿晚餐 午餐是需要自理的 它其实吃得非常不错 我有了解过就是如果你不是住在里面的人 单独来吃一顿要是20到一顿的价格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一点 因为大部分其实学生他可能都不太会做饭 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你在申请学生宿舍的时候 你的时间是可以非常灵活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跟外面的中介 可能一租签合同就是半年一年 学校这边你甚至可以一周两周这样的租 都是完全OK的 所以即使学校宿舍的租资非常的贵 但是也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申请的 一个是他不仅是学校近 而且他是学校官方的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有保险 再一个就是他可以包饭 所以他每年开放申请也是非常非常的难申到 基本上我有个朋友 他是卡着那个点刚开始开放申请 然后就在半夜申请才申请到了一个房间 然后我呢也拍了一些学校这个研究生宿舍的外观 给大家看了一下 就是这三栋house了 你也可以看到一共也就只有这三栋 所以他的房间是非常非常少的 其实之前我在看的时候 我也跟我朋友讨论过 就觉得学生宿舍真的非常的好 除了贵就没有别的缺点了 但是贵呢其实说实话不是学生宿舍的问题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中介呢 他们在市中心的繁华地段都有自己的门店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提供中文服务的 然后如果你想要找房子的话 你可以走进去跟他们讲你的要求是什么 你心里的大概价位是多少 然后他们就会根据你的要求去给你提供相应的房源 接下来你要做的就是走正常中介的流程 去看房交定金签合同 非常的保险非常的安全 你需要注意的就是 有一些稍微黑心一点中介 他会可能看你是学生 你需求比较紧张 他会给你抬高一点价格 所以这就是你在跟中介谈判的时候 你们两个需要博弈的点了 但总的来说呢 无论是住学生宿舍 还是在市场上找这种中介 都是在澳洲租房比较靠谱的方式了 对就是相比于你找二房东 在微信微博上这样找会靠谱很多 那这期视频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所有准备要来留学的同学和一些已经来留学了 像我这样交接的时候 没有找到房子的人都能尽快找到自己心仪的房间 因为搬家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痛苦了 最后希望大家继续关注留学的真相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留学的问题和困惑 都可以细信或者留言告诉我们 我看到都会及时回复的 好了拜拜 哈喽各位留学真相的小伙伴们 大家下午好 我是狐狸的妮可小哥哥 刚才我看到有同学给我发来的视频 说到了学校的申请宿舍非常的贵 而且非常的难申请 这位小姐姐说的确实也没错 在学校里面申请的宿舍确实比较贵 而且在预定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难预定到 但是同学们可以考虑我们在校外的公寓商的选生宿舍 这样的话申请起来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并且在申请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简单 而且价格和性价比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合适 这也是我作为狐狸的小哥哥的经历推荐给各位留学生 尤其是我们澳洲留学生的一个非常好的住宿的条件 刚才呢我们说完我们的学生工具呢 那现在呢我要再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整租 如果你想在澳洲PAC一个非常好 并且合法正规的一个整租的房源呢 那你在澳洲是需要准备一个100分的材料 在这100分材料里面呢 你会有涉及到我们的存款证明 父母担保信你的护照 而且最关键的是你的护照是有规格的 所以这样的话 如果你在准备整个过程当中呢 会非常的繁琐 如果没有一个非常专业 而且懂的人来指引你的话 可能在整个租的过程当中 你会非常的心累 但是呢 小狐狸呢 正好给大家解决了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 如果你想去配合你的整租房源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小狐狸 来找妮可 来找妮可 妮可就可以为大家解决 如果澳洲的小朋友想租房的话 都可以来找我们的小狐狸哦 狐狸